救护人员近来不断出现在华盛顿州这处长召中心 这四号再传出死亡案例 华盛顿州累计死亡病例已经来到两位数 除了严重的院内感染还有社区感染 州政府买下这一栋汽车旅馆 要作为确诊患者的隔离场地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全美50州目前至少17州沦陷 继华盛顿州还有佛州之后 加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加州的死亡病例是一名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 另外纽约目前也是如临大敌 因为第一名确诊者是一名律师 疑似成了超级传播者 当地一夜新增四个确诊病例 都是律师的亲密接触者 还有另外七人正在接受筛检 纽约两所学校还因而停课 纽约人口密集地铁也成为最令人担心的 病毒传播场合 由于疫情升高 现在少数人开始戴起口罩 担心疫情爆发 向来脏乱的地铁 现在也加强打扫与消毒 身揭美国防疫指挥官的副总统潘斯 也呼吁民众注意卫生常洗手 他指出美国公众感染风险依然很低 强调美国人无需购买口罩 但面对诡诀多变的武汉肺炎病毒 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东新闻 陈慧中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